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TBS的你 本課程為物聯網應用實務 在今天的內容當中呢,主要還是做一個數媒派的前置作業部分 我們要安裝網頁相關的伺服器 包含了這個APA器,還有PHP加MySQL 那今天的內容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照著課本上的指令一步一步給它操作 基本上就能完成這些網頁伺服器的架實跟設定 但是考量到有一些同學可能沒有購買這個課本 所以我們還是會錄這個影片,把整個流程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那整個操作重要的步驟跟指令呢,我也整理在這個文字檔裡面 包含了APA器的架式,PHP,MySQL,還有FTP伺服器的流程 OK,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跑一次吧 首先我們還是要先進行遠程登入你的數媒派 輸入IP 那我們就照著這個文字檔把它跑一遍 首先前面這兩個完成軟體升級 update跟upgrade 我們上一節講到那個VNC Server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做過升級了 就是確保你的這個系統的軟體都是在一個最新的狀態 這樣子安裝的過程才比較不會有一些錯誤的發生 安裝這個APA器伺服器 首先安裝這個套件 又是這個apt-gate的這個語法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好,然後我們就讓它跑一下 好,接著我們要改它的設定檔 這個設定網路的根目錄 那我們就輸入這個指令,開啟這個它的設定檔案 好,那我們更改的路徑 這個我們是截取這個課本上寫的 它就是把這個路徑,有沒有看到 Document.root 這個地方 改成 va www 就好 然後下面這個include 這個 我們要裝這個cgi 所以我們要先把最後面這個 緊字號拿掉 緊字號就是註解的意思 所以你拿掉的話 它那一行指令 就是會執行 編輯我要按這個Ctrl-X 然後按一下y enter 然後這樣子就存檔了 好 那第三步呢 就是在講那個cgi的部分 好,我們一樣去修改它的編輯檔案 也是在這個directory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allow override 好,這邊是num 改成 all 好,然後一樣Ctrl-X 存檔 然後啟用這個phpapache2 ok 那基本上呢 這樣子就是你的apache 伺服器就已經架完了 那接下來第五步就是 你可以在你的瀏覽器輸入 來測試一下 好,你就在我們電腦上的瀏覽器 直接打上你樹莓派的IP 8.19 好,那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apache 好,這樣子就已經安裝完成 那預設裡面會有個html的資料夾 好,就是它這個測試頁的部分 好,出現這個頁面呢 就代表你那個伺服器是有架設成功的 那接下來第二步呢 我們要架這個mySQL資料庫 我們之後會接那些感測器啊,那些資料 在一些專案我們就會把它存在這個mySQL資料庫 好,那現在我們還是先進行第一步 就是安裝 好,這個一樣要讓它去跑一下 好,那到這一步呢 它會叫你設定一個root的密碼 好,那到這一步呢 就是管理者登入這個mySQL 然後它的一組密碼 大家記得把你這些密碼寄好 好,那我一樣要再輸入一次確認 好,然後這樣子就已經安裝完成了 好,那這邊它有個測試登錄 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可以通過指令的方式登錄 當然之後我們裝那個php-myl-dmin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網頁的方式去登錄你的資料庫 那這邊只是先測試一下 好,看你是不是要安裝完成 好,這邊就輸入你剛才root 登錄的一個密碼 好,那進到這邊呢 Welcome to mySQL monitor 那這樣子呢 就代表說你測試完成 那在mySQL這邊其實也可以用指令的方式 去建立你的資料庫啊,去修改 那這個之後呢 還有機會我們也會跟各位 說明這些指令要怎麼去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先離開打ESIT 那第三步呢 好,安裝這個mySQL在php-5的模組 OK,這個一樣是安裝 這邊是選擇說你的php-myl-dmin 要run在哪一個伺服器 那當然就是apache2 所以這個游標在apache2這邊 你按一個空白鍵 它會出現一個信號代表說你選取的 然後再按enter鍵 好,這樣子就完成這個選擇的部分 然後再輸入一次密碼 好,然後接下來是修改這個apache2的設定 那它說要在檔案最後 然後加上這個php-myl-admin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移到最後面 好,這邊加上include etc-php-myl-admin apache.config 存檔 然後 重啟 apache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又來測試一下 這個php-myl-admin 是不是可以正常運作 那我們一樣在ip這邊之後 加上php-myl-admin 那看到這個頁面呢 就代表說成功了 那我們就可以登入你剛剛設定的帳戶 那預設的使用者就是root 然後密碼你剛才設定的 好,那這樣子呢 就進來這個資料庫 mySQL的一個設定頁面 就是圖形化的操作 好,那我們剛剛有一個測試登入這邊 我們也可以用剛剛中端模式 指令的方式 當然這邊有圖形化的介面 是比較好去操作的 好,那我們之後就會 教各位怎麼去建立資料庫 以及存取資料庫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到最後一個階段是 架式FTP457 好,這邊一樣要先做安裝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裝套件的時候 他都會問你說要不要繼續啊,要不要安裝 好,他前面會告訴你說 需要安裝多少東西 或是說 需要耗費多少空間 那如果說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再打一個y 比如說我可能 下這個指令 我人就走了 我想等他跑 那其實你可以在指令這邊加上一個-y 我相信應該有同學看過 我們之前可能有指令加一個-y 好,就代表說之後他詢問的這些 我們都是回答yes 好,那接下來我們編輯這個設定檔 誒,這邊怎麼有個新號 好,編輯這個設定檔 然後他說 OK,就是localEnable rightEnable 這邊要把警示號拿掉 就代表說 可以允許 那 好,localEnable 已經是yes 然後 rightEnable 這邊警示號拿掉 一改成yes 好,然後存檔 最後一樣是給他重啟一次 那這樣子ftp應該也會成功 好,那我們也來測試一下 這時候我們要開啟的是那個filegear的軟體 來用這個連ftp 那主機的話呢 一樣是你的ip 192.168.8.119 名稱就是你書櫃派的帳名 連接簿是21 好,連線 好,這樣子連進來 就代表你的ftp是價值的成功 那之後如果說 你有什麼檔案啊 你寫的程式 因為我們只有寫的程式 在拍帳面裡用這種 命令時資源又開發 那是已經蠻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們多半還是會在電腦上 把你的程式寫好 然後把它丟到書面ipad裡面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可以使用ftp的方式 把你的檔案直接放到你的ftp裡面 好,那同學就到這邊呢 就完成了今天我們的課程內容 就是要安裝你的網頁相關的伺服器 包含APA7啊 PHP5跟MySQL 還有這個ftp伺服器 好,那這段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